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小伙 这位小伙在上台之前 特地在家里拿个小本 拿个笔 对着我们台上的嘉宾 一个一个进行了分析 又来一个分析师 学大数据专业的吧 那我估计是 究竟是怎么分析的 分析出来什么道道了 咱也不知道 等会让他上台跟咱们分享一下 来 掌声有请小伙 全场专业 东北野儿就是棒 那么有梦交往都让 心中观光 好情观长 中央一笨下不柔长 东北野儿 绝大漫的墙 通过东方波海 东方的云场 大家好 我叫蔡勇 来自吉林德惠 今年31岁 我的爱情血缘是 尝过辣 吃过咸 我来找我的小甜甜 你好 蔡勇 你好 燕姐 上场把一号大新的灯灭了 对 大新想说点什么 我不好 我不好 你说为啥面灯吗 我不知道 你不想问问吗 你不按套路来呀 你说呀 其实吧 我是看你这是 最近比较不太活跃 我想给你点画面 你别在这给我整那个片面的理由 你知不知道用什么给我镜头给我画面啥的 你能不能整点什么直入了当的呀 深入人心的呀 非得说点实话吧 对 其实吧 我以前就是别人问我找对象啥要求 我一直都是说不出来 但自从看见了你我就知道了 你这样的我不能找 蔡勇啊 你是 他确实是让你说实在的了 但是你这实在的也太实在了 太扎心了 他一直问嘛 就一直扎 你就别问了 好啊 医院到此到这就先了结一下 哎呀 这个这一段是够精彩 来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好 来看一下蔡勇的第一个短片 大家好 我叫蔡勇 今年31岁 现在在长春一个美食城开了一家当口 主要卖西纸花架粉 别看我的店不大 但是试着美食城里独一份 现在月收入大概1万左右 目前在长春买了自己的房子 还有一辆车 虽然我话不多 但是我看人特别准 每个人什么性格 我看一眼大概就遮了 这次来台上找对象 我也分析了一下台上的姑娘 这个4号领地 典型的包子脸 爱笑 一看就是个场面人 说老板娘错不了 7号素素 很稳 不着急活了的 说话还甜 当老板娘 估计能吸引挺多回头客 这个16号 整了 整了 通过分析呢 我喜欢的人就在这几个人当中 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做我的老板娘呢 好 12号文思 我看着撸哥晚秀我 来16号 小伙我整了咋的了 整了 好看不 没说你不好看 其实整完了五官 来说整体 单拿出鼻子 单拿出眼睛 都特别好 不是你这你的意思是组装到一起就不好看了 就是看中华片的金刚胡拉娃你看到他那里面有个蛇精 那个脸型 哎 跟我一样吗 来来来 看一下来 跟我一样吗 有点区别 那比他那强点 哎呦我的天啊 我的蛇精的脸是这样型的 我我是人家我是典型的鹅蛋脸对吧 椭圆形的对吧 小伙子不是据说蛇精脸不是挺火的吗 好多年轻人据说不是挺喜欢的吗 对是我怕他抢我爷爷 怕他抢我爷爷 怕他抢我爷爷 小姐快还我爷爷 快还我爷爷 没事 你还有七个娃呢 那你的兄弟没来主要是 你 我觉得 我觉得你 你是惜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稍稍有一点微整 其实就是整不整 都是个人爱好 这个也没什么好与不好的 只是我是个人就是择有标准来说 不喜欢这种整了的 你找对象不想找微整的 对对对 他自己的择偶标准是这样的 对 谢谢 谢谢大家